哈喽 大家好 我是医生 很久没有给大家更新鱼缸的视频了 今天大家看到我的背景 我们要来更新一下这个鱼缸的最近状态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开缸到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是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 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那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我最近更新视频的频率变低了 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工作开始变得很烦忙 那第二个原因呢 也是因为加拿大进入了夏天 特别是我们西海岸这个BC省 BC省的话它一年四季 其实温度都不会变得很低 但是呢还有一个雨季 特别是靠近沿海这一块 每年的9月10月开始就进入雨季 一直到11月2月进入冬季 然后冬季一直要持续到 基本上是三四月份 那到了五六月份其实都是比较冷的 所以夏天很短暂 往往只有六七八 这三个月可以算是夏天 特别像今年夏天呢 来得更加晚一点 像现在天气都没有很热 所以在这边养海岗呢 一般都是一个冬天的爱好 很多朋友呢会在夏天 他因为要出去玩或者是travel 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去照顾他的海岗 那很多人会上岸 所以说这个hobby在我们这里 是有一个说法 就是它是一个冬天的hobby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 你有很大的几率 可以在网上找到非常多的 二手的关于海岗的这些产品 然后还有一些生物 那如果想下海的朋友 可以在这个时候 在网上去仔细做一些调研 那大家可以放心 我是不会轻易上岸的 因为前期我已经把所有这个鱼缸 能自己运行的设备 已经全部给他设置好了 所以说我们平时在忙 这个鱼缸也基本上能完全照顾他自己 我想大部分关注我频道朋友 可能都是从我们开始设置这个缸的时候 关注我的频道的 那我们这个缸有一个整个的系列 从shipping到我家门口 到我们自己设计管道 把它拼凑到一起 然后运行到现在 如果还没有关注朋友 可以去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翻看前面的视频 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整个缸的开缸过程 OK那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开缸到现在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我认为都是在开海缸的前期阶段 大部分的鱼缸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就来聊一下我这个海缸的沙子问题 因为我们开这个海缸前三四个月 这个沙子基本上是没有长过鹤藻 它长鹤藻的这个时间在非常靠后 那长鹤藻的过程呢 属于开一个海缸最前期的会出现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这不是一个坏事 我认为长鹤藻的话 其实是给你一个能非常直观的去观察你的海缸 开始进入了一个正确的循环路线 如果你铺沙子的话 那这一点就非常明显 因为沙子上面黄褐色的这一层 其实基本上就鹤藻 那这个阶段呢 大家就保持正常喂食 然后不要放太多的鱼进去 就保留开缸的这一些鱼 然后在里面稳定的让它先待一段时间 你可以放一些蜗牛跟一些鸡居蟹 作为一个清洁的工具去清理这些藻类 那喂食物的我还是跟原来一样不会去做过多的改变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然后喂的量呢 也是鲁鱼能在短时间内吃掉的 OK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垃圾葵 因为我们开缸的时候 很多石头是从之前的钢搬过来的 那当时在那个缸里面 我们石头上是有一些垃圾葵的 一般放一到两只薄荷虾里面的垃圾葵就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基本上能看着这些垃圾葵一夜之间就会被消灭掉 那后来我们把石头放到这个缸里来之后呢 肯定是带进来了一些垃圾葵的种子 那之后呢 垃圾葵就在这个缸里面繁殖 直到前段时间 我发现这个垃圾葵的数量非常的明显 非常多了 而且有一些个体比较大了 那我就想再去控制它 这个时候呢 我第一个想到的方法就是用镭射 就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是我之前通常在那个小缸里会去使用的 但到这个大缸里面我使用之后发现 这个镭射其实对杀垃圾葵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点 如果垃圾葵你长到一定程度的话 你用这个镭射去射它 它是立马会缩起来 而且你也听到那个啪啪啪的炸的声音 但是它并不会被你杀死 过一段时间它又会继续生开来 而且恢复的很好 那这个镭射呢 对一些小的垃圾葵还是比较有用的 但是对大的来说 我觉得就没有任何用处 而且反而会刺激它去分裂更多的垃圾葵 因为我发现明显我用镭射设复之后 过一个礼拜 我钢链垃圾葵数量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 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去用这个东西了 那后来呢 我又去买了一些薄荷虾 想用这个生物的方法来控制这个垃圾葵 但是买了好几批 它们都没有吃我这里面的垃圾葵 主要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买的这个薄荷虾的种类不对 因为薄荷有很多很多种 看上去大部分都一样 有的就是不爱吃 那后来我在网上也读了一些文章 造成这个薄荷虾不吃垃圾葵的原因呢 那还有一个可能是你这个钢里面水流太强 因为这些薄荷虾 它们平时都躲在岩石底下 晚上才会出来活动 那如果水流太强的话呢 它们在水里可能不大好 就是抓住石头 所以它们就不大会离开它们的舒适区 那像我这里面薄荷虾 我看到其实还活着两只 但它们基本上都在靠后面的地方 就是水流最弱的石头和风里面 那后来实在不行了 我就想那我只能手动去控制它们 所以后来我就去买了一个 专门用来点沙垃圾葵的产品 那就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 它其实应该就是一个石灰水的稀释物 就给你一小瓶这样的溶液 然后里面呢是米白色的 应该就是石灰水的稀释 然后呢一个针筒 再给你两个针头 那这个其实好多牌子都有 都同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使用起来很简单 但就是唯一的问题 就是你需要一个一个手动的 去定点点沙这些垃圾葵 其实就套上针头 然后把这里面的溶液给吸出来 然后把你浴缸的水流关掉 找到你的垃圾葵 给它们嘴里去注射这个 稀释的石灰水的溶液 那这个呢会以一个非常高的PH值 把垃圾葵给杀死 那这个其实还是挺有用的 特别是点沙那些大的垃圾葵 我觉得非常有效 基本上你把它注射进去之后 这个垃圾葵立马就死掉了 那不同的牌子我认为只要是以这种类型去点沙的话 它应该都使用的这个说明应该都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你注射完之后 让你的水泵不要立马打开 你的循环泵可以开的 我认为因为循环泵制造的水流不是特别大 那让它在里面待个半个小时 然后再打开你的灶浪泵 这样的话呢不会把注射进去的东西吹得到处都吹 因为这些东西也会伤害到珊瑚 那定期用这个手动的方法去处理垃圾葵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有的地方的垃圾葵你根本够不到它 而且你也看不到它躲在石粉当中 这个呢我觉得对那些比较大的垃圾葵是最有效 最快速能杀死的 但是要彻底根除或者彻底控制你的垃圾葵数量 还是需要配合一些生物去控制 那对生物的选择根据你的鱼缸也有一定的选择条件 像我们这个缸里面 我之前一直想用三斤火箭 但是三斤火箭呢就是不容易开口 你很容易买回来就会不开口 然后饿死 那如果你很幸运买回来三斤火箭又开口 然后又很健康会去吃垃圾葵 那你要考虑你的缸里面有没有五爪背这些背类 因为三斤火箭也有一定程度会去吃这些背 所以像我们这个缸的话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背了 所以我就不想再去take risk 去买一个三斤火箭进来 虽然我知道这个鱼如果进来开口 而且吃垃圾葵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擒垃圾葵的工具鱼 那还有一个鱼我所知 就是我们之前买过的一个firefish 那这个鱼呢 基本上是reef safe 就是不会对我们缸里面的珊瑚产生任何攻击的 但是我们很不巧 买回来那条刚下缸 就开始吃我们的珊瑚 而且还是吃最贵的甜甜圈 所以那条鱼呢也out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去尝试的就是利用海兔 专门吃垃圾葵的海兔来吃我们钢铃垃圾葵 但这个海兔听说也是对水流有一定要求 如果水流太齐的话 他们不能抓在石头上容易被水流吹走 所以我在想可能我还得根据这个海兔去调整一下我们水流的设置 那这个等到时候我们买到海兔之后 让我们再来做下研究 OK那第三点就是Cyanobacteria 可以说是菌膜 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就是菌膜 但是跟我们群里朋友了解了一下 大部分朋友说这个是红泥 所以各种地方可能说的不讲 但对我来说呢 它其实就是一层细菌膜嘛 包在沙子上面 然后呢这个菌膜也有绿色也有红色 那像我们家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红色菌膜 虽然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消退期已经开始慢慢的稳定了 那这个有菌膜的情况 我觉得也是大部分有沙子的朋友会遇到的 因为像我们底下繁殖钢 我们就从来没有遇到菌膜 因为它没有地方可以附着 所以说确实你不铺沙的话 你的鱼缸会比较干净 不容易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长出来 但是你铺沙的话呢 前期会比较头疼一些 但长远来讲的话 我觉得当一个沙子的缸稳定之后 你的沙子自然而然就不会长这些东西 所以那个阶段是最漂亮的 那产生这个Cyanobacteria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我们鱼缸前期不稳定 里面各种军群在那互相的争斗 增强资源 所以一些这些不好的 可能就在前期会有一些优势 然后他们大量的占有资源 然后疯狂的繁殖 但是后期的鱼缸稳定之后呢 其实他们自然而然会消失的 只要你保持正常的操作 就是不要下鱼太快 然后不要突然的去喂太多的鱼食 就保持你一个很稳定的一个节奏 去运行你的海钢 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半年以后 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会自然而然消失 所以这就是前期我所遇到的几个问题 那这个几个问题当中呢 让我最头疼的主要还是垃圾葵 因为之前我使用的这个生物去处理的方式 在这个缸里面突然不好用了 所以我就比较投疼这一点 那尽量的我手动去处理一些 我能看到能够到的 然后呢之后还是试着去换一些 其他吃垃圾葵的生物进来 因为控制垃圾葵呢 我觉得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方法是最有效的 我觉得是各种方法综合在一起 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控制 或者是杜绝你的缸里有垃圾葵的产生 那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在你刚开始发现有垃圾葵的情况下 你就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要等垃圾葵已经长得密密麻烦的 就想解决 那个时候就很难处理 所以说最早发现有垃圾葵呢 我觉得第一点还是先用一个生物的方式 最好的方法就是买一两只薄荷虾 看你的鱼光大小吧 然后去试一下 看看他们能不能吃这个垃圾葵 像我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两三周用这个东西 去控制一下我们垃圾葵的数量 那接下来呢 还是要借助生物的方法 去清理这些垃圾葵 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办法 OK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给大家更新到这里 如果还没点赞关注的朋友 这个时候可以点下赞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支持一下我们这个频道发展 那之后呢 我尽量会抽出时间来 给大家做更多关于海岗的更新 如果没有海岗更新视频的话呢 我也会做一些 我们出去玩的户外的活动视频 因为在加拿大的户外活动还是挺多的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也可以同时关注一下 我这些户外活动的视频 好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